媒體式成會正式開始 我們陳副總還有SYM的長官 以及現場所有的媒體朋友 還有正在收看直播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謝謝大家在新的一年呢 祝我這麼棒的回憶 我先做我介紹一下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思思 非常開心喔 在今天呢 可以邀請所有的媒體朋友 共治愈堂 先跟大家說一聲呢 新年快樂 那我們在這邊也要感謝呢 所有媒體朋友 過去來對於SYM的支持 相信大家都知道呢 SYM從2015年推出了Jet S之後呢 就受到消費者廣大的喜愛跟迴響 那同時呢 我們最近幾年也是不斷的進化跟升級 這個車系它的車體呢 不僅擁有流線又具有跑格 同時呢 這樣的新潮外觀 再搭配科技化以及運動化的 一個設計 讓我們Jet SR以及呢 SL的外型呢 非常具有特色 那我們再加配搭配呢 這個強大的動力 以及呢 卓越的賽道協同 讓我們在國內的賽事上面 累積目前為止 已經拿下了 119座的冠軍 所以說到這邊 我們是不是呢 可以給我們SYM 以及我們車手們一個熱情的掌聲好嗎 是的 那這也代表著SYM它不斷的撲破 然後呢不斷的創新 那我們也希望呢 這個冠軍它是永無止盡的可以向前行 那同時呢 我們今天為大家發表的 這一台全新的JSL Plus 158 又會帶來什麼樣的控制欲呢 相信大家今天非常期待 我們也會 一一的來為大家來做揭曉 那同時呢 在我們今天 記者會的一開始 要為各位媒體先來介紹 今天與會的 SYM管理團隊 首先呢 藉由大家的掌聲 為大家來介紹 SYM執行副總 陳旭斌副總 掌聲歡迎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 行銷本部莊廣兵協禮 歡迎協禮 請今天為大家介紹 董事長是吳奕成經理 歡迎 行銷計畫部吳甲天經理 服務部王德善經理 林建業務部吳玉琳經理 產品計畫部林佳任經理 歡迎 請今天為大家介紹 產品管理部張德秋經理 行銷本部陳復元總管理師 以及SPM行銷本部 黃綠維協禮 好 最後讓我們來歡迎 桃園紅玉車業 黃博威經理 好 那這次呢 歡迎所有SYM的管理團隊 莉莉 謝謝呢 我們今天所有媒體朋友的支持 來到現場 今天還下著雨 非常感謝大家 怎麼不辭辛勞的前來 相信大家都非常期待 那我們 大家期待已久 同時呢 以賽道知名的 GEN SL-158 到底呢 經過我們車系不斷的進化升級之後 有哪些與眾不同的地方 今天呢 我們為大家邀請到兩位 一位是 SYM市場推廣客管理師 錢宏 以及呢 SYM Star Euro Miles 場隊領隊 曹伯鎮 要來為大家呢 詳細的 一一來跟大家做介紹 那我們先請呢 錢宏跟大家勿諭 首先打聲招呼 那今天除了呢 有SYM的品牌 會為大家來介紹 車款之外 我們也邀請了伯鎮 伯鎮是車手喔 今天呢 會由我們車手搭配品牌 來跟大家呢 一一的來揭曉 這台車的魅力 那我們現在呢 就把時間交給錢宏還有伯鎮 好 謝謝主持人 各位長官 各位媒體先進 大家好 好 我是市場推廣客的曼妮 我是Styomax零貝 復鎮 今天由我們兩個 來替各位介紹一下 Jet SL15 SL Plus 158 好 首先新的一年 先跟大家說一件好消息 就在去年 我們全年銷售 334589台 以市占38.4% 拿下年度銷售冠軍 那之所以能拿下年度銷售冠軍呢 其實跟我們SYM 正幾年來在高階機種 高階運動機種的一個表現 有了非常直接的關係 從表格中可以看到 從21年開始我們的 在高階機種的一個佔有率是逐年上升的 而到去年呢 我們在整個一個高階 不管是125也好 或是150以上基距 我們的佔比已經超過了五成 而回到Jet這台車上面 在高階運動125的這個區隔裡面 我們在整個的這個市場裡面 我們的佔比也達到了六成 也就是說各位在路上看到 所有的125CC的運動機種裡面 每兩台只有超過一半 都是Jet 而Jet之所以能拿下這樣的一個 不錯的一個銷售成績 其實是從09年Jet Power以來 一直一直以來的進化到Jet S SRSL 雖然說這些過程中啊 我們持續的在外型啊 在配備上面 我們持續的在改變 在精進 但不變的就是刻在Jet 這台車基因裡面的 是它的操控性 在當初Jet上市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操控是Jet的靈魂 那我們每一次的改變 每一次的改款 我們都把這個精神 發揮得零零盡致 首先講到 我們應該從15年Jet S 這個大改開始講 那時候我們以王者速度 我Hold得住這個Slogan 然後去做這台車的一個推廣 那藉由整體的一個大改款 大進化 那在銷售跟在車桿上 車桿的比賽上面 都取得一個不錯的成績 是的 其實從Jet Power時期 我們就有開始參加 台灣的TSR競賽 那我們從中吸取經驗 我們發展了Jet S 它用12座的輪框 搭配全新設計的高鋼性車架 在賽檔上無往不利 那並且搭配前後的疊下系統 以及ABS 讓它的戰鬥力更上一層龍 謝謝博士 在S之後呢 我們就吸取了一些 從賽場上回饋的經驗 還有說我們評價了一下說 大家實際上這台車在騎乘的時候 在市區騎乘 或是大家在山道上騎乘的時候 所會遇到的一些覺得 嗯 還可以更好的地方 所以我們在20年的時候呢 我們推出了SR 我們以盡無止盡 這樣一個勇於挑戰 勇於突破自己的一個方式 我們來推出了我們下一代的車款 是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 4V引擎比2V引擎 它的馬力會出現在比較高的轉速 所以我們針對SR的引擎 也有做出氣缸頭 以及曲軸輕量化等優化 讓它的最大馬力可以更早到達 在比賽場 或是在一般道路上 都可以有更好的表現 在輪框的部分 使用全新的輕量化鋁合金輪圈 但一般消費者 在原廠的輪框 就可以有很好的傾倒運動性能 再來最後在外觀 我們也用了全新的LED 魚眼大燈的設計 除了照明效果更好以外 外觀也更加的運動化 說到這個魚眼大燈 其實那時候外弄式魚眼大燈 在整個市場上面 我們應該可以算是 國內市場首創 是的 而這樣的一個設計 其實也讓JETSR的一個 銷售狀況在市場上 取得了一個不錯的成績 這台車也是我們第一次 拿下125級具運動蘇可達的 一個銷售冠軍 那當初也為了強調說這台車 它的確是一個全新進化 而且是強調操控的 這樣的一個車款 所以當時我們還拍了一支 蠻特別的影片 感謝當時合作的車手黃浩 對 而這台車在推出之後呢 也的確引起市場不錯的回饋 而在之後呢 因為隨著環保法規的一個關係 然後也就是說大家對於動力 對於科技配備上面 更進一步的一些需求 我們在21年的時候 我們推出了JETS-L 而這台車也帶著我們 S1JET的車系 在賽道上拿下了百貫 成一個里程碑 是的 其實進化到S-L的部分 最大的影響就是我們的引擎 從氣冷進化到水雷引擎 除了有更大的馬力以外 第二個是水雷引擎 在長時間的激烈操架下 可以維持它的最大馬力跟性能表現 這個是讓JET的戰鬥力 提升到一個最大的特色 再來在自動的部分 將前面的碟盤升級到260mm 有更好的自動力 再來在後面的部分 配合用這樣子一個不錯的外型 再加上說這些良好的配備 也讓整... 他在銷售的這個期間呢 持續的是 125運動級距的一個銷售王者 而這次為了配合... 在去年為了配合百貫 我們也拍出了一支影片 第一次奪冠 你輸入是巧思 第三十五次 你期待更多花樣和驚喜 第七十二次 你開始等 戰術無數彎道的強勁 拿下百貫 你全力關乎 接著JET被歷史險境 TCS之彎全進化 JET SL最強王者 百貫之霸 三年SYM 這台車 它的百貫之路 其實還在持續的進行 剛剛主持有提到 到去年年底為止 我們已經拿下了119座冠軍 對 而在今年 JET SL還會繼續在車場上奔馳 而在JET SL退路之後呢 也的確因為說 它的一些氣缸組的特性 引起了不少的一些媒體的討論 然後也讓蠻多消費者 其實都在敲碗說 那什麼時候會有動力更強 或者是更進一步的JET出來呢 那的確那麼多媒體同業 都有為這件事情做了一些影片 那所以消費者的心聲 以及市場上的心聲 我們聽到了 那今天 他來了 我們都知道 高階機種消費者的三大訴求 其實最主要就是外型 要看著順眼 那另外呢 就是強調操控跟規格 外型檔 還有配備檔 這就是所有買高階機種的 所有消費者的一個 共同的一個特性 而在外型的部分這一次呢 我們把外觀的設計 我們可以再做一個進一步的進化 而在 操控跟規格這兩個部分 我們以控制欲這三個字 然後去 以這個為核心 然後去做一個全方面的一個提升 首先在外型的部分 我們就參考了近期就是 一些超跑啊 還有一些那個 所強調的一些空力造型 那在車頭兩側 我們去做一個氣流一個導引 然後去做一個空地造型的一個車頭設計 在車尾的部分呢 我們看看目前市場上所有的機種 以及說我們之前的Jet 我們希望帶給它更明確的一個尾部視覺 以及說更好的一個辨識度 所以我們也重新設計了尾燈 用一個載意的一個概念 然後去做一個新款的一個造型呈現 而在整體的一些配備跟操控上面的一個目標呢 我們以終為始 既然這是一台強調操控的車款 那所以呢 我們就用控制欲這三個面向 然後讓它整個的操架去做一個全面的提升 首先講到的是操控 不正 這個操控部分可能在賽道上面 你比不得到有資格在那邊做個解釋 當然 因為其實以台灣比較小型的設計上 比較低速但多彎的一個特性 其實操控性會是影響 單缺秒速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而為了讓這台車在台灣的這樣一個賽車場 比如說大家在台灣多彎的山道上 也就是說在市區的騎乘 可以有更好的一個表現 然後去延續一下Jet這個操控王者的一個冠軍之名 我們希望它所呈現出來是一個 如同熱刀切奶油一般的一個切彎巧勁 所以我們以下做了幾點的一個進化 首先呢是在控的部分 我們這台車有隨能SAL極距最靈活的一個操控 而這個最靈活的操控它的力氣點有兩下 第一個是在這個極距裡面最短的1290mm的軸距 第二個就是它在同級裡面的最輕車重127公斤 而在軸距跟車重這兩個重點下 它在所呈現出來的一個超下感 它會是 是的 其實光是最短的軸距這部分 就可以比其他對手更早進入彎道 趕快開啟油門 離開彎道 再來在車重的部分 也會影響左右傾倒的一個快速的速度 那這樣會讓Jet其實帶來個更靈巧的操作反應 另外當然還搭配了我們林以為傲獨家的 ALEH靈後仰懸吊系統 能夠再補油門然後動力出來的瞬間 去抑制車體的一個部分的一個表現 而實際上騎乘起來的話 我相信賽道上的各位 一定也很有資格去介紹一下這個事情 是的 因為其實我們在彎中 必須要比對手更早開啟油門 那如果在開啟油門那一瞬間 造成車輛晃動的話 這其實是會增加秒數的 所以我們有林匯養懸吊系統 其實可以把這個振動感給抵消掉 讓我們可以比對手更早開啟油門 那另外呢我們就延續了這個車款 所以得到最高45.4度的一個最大傾角 讓大家在過彎的路線選擇上面 可以有更好的一個更多元的一個選擇 沒錯雖然剛剛有提到很多台灣都是 比較低速多彎的賽道 但其實其中也不乏了比較高速的賽道 這樣子傾角的優勢 就可以在這邊發揮的比較明顯 講完了控 那接下來是講自 那當然就是車子跑得快 當然相關的自動安全性一定是更重要的 那我們就把自動跟安全的部分 我們再做一次進化 那當然就是提供給消費者 在騎乘的時候 有更好的一個安全表現 首先是這一次我們 新搭配了馬吉斯R1N的運動胎 在胎幣有再做一部進化增強 然後以及說它的抓地力 會有更好的表現 是的 這一次的話我們是針對JET 來做馬吉斯R1N運動胎的一些調整 那第一個它有更遠 更尖的一個胎型 增加傾導的反應 另外一個在胎質的部分 也用比較軟的配方 讓它在各種路況 對一個充足的抓地力 那當然就是原先 XL TCS版本所擁有的 Bosch 10.3系統 以及 TCS 服務機防滑 然後以及同級最大的 220mm的碟盤 還有說後輪的 對向雙頭塞卡前 這些也一併保留下來 提供給消費者 更安全的一個騎乘座體驗 而在浴的部分呢 其實這台車並不是說 把158的引擎 裝上去就結束了這麼簡單 我們針對所有的周邊配備 去做了一個全面化的一個優化 那希望說讓消費者 在騎乘這台車的時候 可以體驗到這種人車合一的一個操控感 首先在傳動系統的部分 我們有新式的一個強化皮帶 然後去對應更強大的一個動力輸出 那以及說我們把離合器提片加厚 讓整個傳動在傳遞的過程中 更不易會有打滑的狀況 另外就是強化了我們的齒輪箱 以及普利配重的優化 那整體的這個配合 希望帶來就是 讓消費者可以體會到 這一台車一個完全體的一個狀態 而這些傳動的標配 其實在比賽車上 也是有相關的一個表現吧 是的 其實在賽車或一般高路車 其實我們在調教 最主要就是所謂的傳動系統 除了引擎動力以外 完美的傳動搭配 才能真正發揮出這台車的潛力 這就是我們針對Jet SL Plus 所做出的最佳優化 那當然 車子動力提升了 排氣量增大了 它的熱也一定會產生的比較多 因此我們針對我們的風扇 然後去做了一個 新式的一個設計跟優化 我們讓它更輕更薄 然後主抗更小 大家可以看到圖表 這邊的進風量呢 我們相較於 舊款的E25 整體的進風量提升了63.6% 而且呢 整個主抗更小的 它也是提升了它的油耗表現 所以這台仍然是一台 一級的一個能源效率 是的其實我們除了調整傳動 另外一個部分花很多時間 就是如何輕量化我們的風扇 輕量化風扇 除了可以降低油耗反應以外 在動力的反應上面也會更加靈敏 所以我們這一次開發在 SL PLUS 的新的風扇 除了可以增加進風量以外 還可以增加動力的反應 而在扭力突輪 其實也搭配JET SL 的一個使用特性 然後去做一個更換 可以看到像 DRG 的部分 我們就是用30度的扭力突輪 讓我們會著重的是 尾段加速延伸性的一個表現 而SL為了配合說 我可能是比較常要出彎補油 或是彎道要跟人家劈縮影 或者是紅燈起步的 綠燈起步的時候 我需要一個比較即時的動力反應 所以我們就用一個扭力突輪 用40度的扭力突輪 然後去強化這方面的一個表現 而整體在動力的進化 我們可以看到 跟舊款的125比起來呢 我們馬力提升了16.3% 最大馬力來到15匹 另外在扭力的部分 提升了25.4% 達到了1.48公斤米 而在馬力扭力這樣的提升之下 提感 提成的提感上來說 大概會有哪些明顯的差異 其實我覺得光是出彎 灌下油門 低速那一下 所造成的推背感 其實就差異非常的大了 那再來就是中速以及中尾 都源源不久的推力出現 其實是非常的新緣 所以這樣的一個動力提升 這樣的一個動力表現 其實最直觀的就是 在0到100公尺的加速表現 我們相較於市場180CC的機種 我們大概可以領先兩個車身的距離 而150CC的機種 我們大概可以領先四個車身的距離 讓它一個短距離加速度的一個表現 可以得到很好的一個發揮 所以這邊幫大家recap一下 控制與操控自動駕馭 控制的部分 我們有旋轉NCL同級的最短軸距 最輕車重 以及我們獨家的靈厚氧懸吊 還有說我們45.4度的最大傾角 自動部分呢 R1N的運動胎 Bosch 10.3的AVM系統 TCS 然後260mm的碟盤 以及對象雙活塞卡 對象雙活塞卡 對象雙活塞卡 駕馭的部分呢 就是我們傳動系統的一個整體搭配升級 新式冷卻風扇設計 扭力圖輪的最佳化 馬力扭力同步提升 以及說0到100加速度的一個載進化 那當然就是這台車原先的一些配備設計 包含說我們外露室的LED語言頭燈 的確是 這個是不管是一般道路還是生日常 看起來都非常的差 還有說JET一脈相傳的盔甲造型厚吐廚 以及說我們的彩色有一個CDE標板 雙黃景四燈水紋顯示 空力造型的水冷排護蓋 運動化短排氣管 其實也都一應俱全 那這次呢 我們提供了三款新的車色 有變色藍 換光白 以及煙茶黑 對那希望就是 讓不同喜好的消費者都能選擇 自己喜歡的這個車色 好 以上 是這次的產品介紹 謝謝大家 好我們掌聲謝謝 秦鴻還有不順為大家做得詳盡分享 那相信呢 大家對於這一台全新的JET SL-158 不論是在外觀上面 動力上面 甚至在安全上面 都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了 接下來這個階段 我們特別為大家準備了一段影片 可以說是全台首播 那現在呢 我們邀請大家 把目光聚焦到螢幕上 一起來欣賞一下 我每次交到這張 增加裝 我們先看 人生的 我們先看 再一次 JET SL 158CC 強勁問世 SENYA SYM 駕馭王者 上市四重送 首購優惠 5000元 我们就是再看一次好吗 JET SL 158CC 強勁問世 SENYA SYM 好 那相信大家看完这支影片之后呢 应该更期待待会的事成了 那除了我们有媒体事成会之外呢 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有开放民众的事成活动 那北中南都有分别在六都的位置 时间也出来了 那我们欢迎呢民众都可以呢 今天就可以到官网上面来做线上报名 不过呢名额有限 请大家尽早报名 接下来这个阶段呢 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因为各位都知道 JET SL 158CC 在赛道上面 一直都有非常好的成绩 那同时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今天我们邀请了六位车手 来到现场要为大家来进行示范赛 不过呢邀请他们做示范赛之前呢 我们要利用这个活动 利用这个场合 为他们呢来颁发荣誉锦旗 所以那我们现在呢邀请六位车手 来到前方接受大家的表扬 马上呢邀请第一位是我们 DY车队王俊威 掌声欢迎好不好 哇冠军车手耶 太帅了 接下来第二位呢是 GJMF展持车队陈慧豪 接下来邀请第三位是 亚续车队黄豪 第一位呢是进轮车队苏世华 第五位呢是WF车队孙博军 第六位呢是SCRP车队重赵玲 好我们是不是呢借用大家掌声 一起来欢迎我们六位冠军车手 太帅气了太帅气了 好那接下来就这个阶段 相信大家都非常期待 到底呢骑乘着SYMJ系列的车款 在赛道上面拿冠军 是什么样的感受跟体验 我们是不是呢先骑亚续车队的黄浩 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各位长官各位明星进 大家好我是来自YX Racing Team的黄浩 那我们从2017年呢就开始使用JET的车系 然后在比赛场上 然后其实拿了非常多的冠军 那在我们那个100冠里面呢 我可能占了快要四分之一吧 对其实真的拿了很多的冠军 所以由此可见哦 JET的车系呢在赛场上 它的表现是非常非常优异的 尤其我特别喜欢就是它的操控性 那在转弯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比较短的路径去过同样一个弯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秒速缩短上面的这个过程中 就非常的顺利 那这个部分呢真的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点啊 那很感谢就是今天呢 S1又推出了全新的S1N的这个JET SL Plus 158 那也很期待它有更多更棒的表现在赛场上发挥这样子 谢谢各位 好我们谢谢黄浩的分享 好那接下来这个阶段 我们是不是能邀请进轮车队的世话 也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大家好我是来自进轮车队的舒适化选手 JET 简单来说就是速度操控稳定 就是JET 就是拿下非常多冠军这样 是那请问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在赛道上面其实很凶嘛 对不对 今天看起来比较柔腆一点点 那是不是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比如说您在过弯上面或者是呢 在加速动力上面感觉是怎么样 过弯上面就是JET是非常有自由度的 你可以从你想要的路线 然后怎么样的路线进关 你可以选择很多方式的路线出弯 然后动力方面就是 在起跑到起跑的加速非常快 然后在弯道低速的反应也很好 然后在高中高速的尾速也可以发展出来 所以让你感受到人车合一了吗 大家都是 大家好 对不起对不起 每一位都是 谢谢 好那我们在这边呢 谢谢黄浩还有世华的分享 那接下来这个阶段呢 我们就要来颁发百贯的荣誉锦旗 我们是直接用大家的掌声呢 来邀请我们程旭斌 指西部总来到前方为我们颁奖 同时我们先来邀请陈部总 跟我们现场媒体朋友先来讲几句话 是是是 今天我们部总难得来到现场 那也要跟我们六位车手来勉励几句 我站这里吗 站这里 可以 尊敬的媒体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好 好 非常感谢 那个今天在大家百忙之中 特别来参加我们的JETSLO的媒体 就是所谓新车发表会 及媒体的试诚会 我想首先还是跟大家讲一下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今天也是龙年 那我想今天 刚刚我们那两位的同事介绍 把JETSLO Plus介绍了很多他的特性 但是唯一我们回复起来的JET 从2015JETS开始 到JETSR 到JETSLO 好像JETSLO在永安嘛 刚刚我们那家商那个瑞智姐跟我讲 那天好像 好像下了一点小雨 那今天的JETSLO Plus 好像下一点小雨 表示这部车是好的 赵婆 我想这个是 是好的赵婆 那今天因为我是偷搞演出啦 我觉得为什么要做JETSLO Plus 当然这个是有历经我们内部有一些 讨论跟一些争吵 那我想JET系列来讲的话 我可以给他两个总结 他两个U 一个是一个U 一个是一个U 一个是Unique 我想Unique就是我们对这个外形 我们从JETS开始 改到S 我们后来外形上 受到我们的年轻朋友们接受 后来我们为了我们要性能要提升 我们U 把性能二华四华 变成测水冷的EU 那今天我们是到了那个U8 所以我们这部车JET系列 这部车JET是一直在进步当中 那当然为什么会进步 是因为受到 大众的消费者的接受 所以鞭策我们要 要进步 我想刚刚六位的那个赛车手也把我们 讲得很好 人车一体 人车合一 包括什么加速性 或者是转弯 我想这个是我们研发部的技术 车子的动力 不是只有那个所谓的马力都高 而是他的转速跟他的动力要是发挥 是所谓调校 那本身车子的这部车是短拙的 到12780多少万 短拙的 那这部车应该算是短轴里面 动力最强的 操控最好的 我想今天 SL Plus 不要再吹牛了 因为等一下下午 各位媒体朋友们会去试试 试试了以后 我相信我们有自信 在这个打包票 保证让大家 满意 那也希望说大家 多美言几句 今年刚好是 山梁工业的70周年 昨天我们老板想说70周年叫什么 锦棋移到前方来 请副总来为我们单发这座百贯的荣耀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锦棋上面写着 JET冠军名人堂 赛场认证最强王者 OK 那我们现在呢在前方呢 有七位王者了 我们是不是呢 先请我们的车手 还有我们副总一起看一下 正前方媒体朋友的镜头 好我们先和你移车 3 2 1 好 大家都非常期待 我们这台全新的 JSL Plus 158的登场 所以我们请副总 是不是帮我们移到 这个红布的 左侧这边的位置 等一下呢我们要邀请各位一起来捕捉呢 这历史性的一课 待会呢我们会倒数三秒钟 请副总听到E的时候 帮我们把这个红布掀起来 来帮我们做接车的动作 那我们也请呢 现场媒体朋友 准备好您的拍摄角度 好我们等大家准备好了 我们再坐接车 好各位 准备好了吗 稍微大家都非常期待 我也是 那我们一起倒数三秒钟 3 2 1 请接车 嗚呼呼 S5M JSL Plus 158 正式登场 来一点掌声教会无声吧 有没有非常帅 莫总 帮我们跟这位帅气的王者 一起拍一张好吗 这个是王者丰办的一款车款 全面升级 刚副总有说了两个Yuma 对不对 独特 又升级 那到底 我们这一次新车上次首购 有没有优惠呢 当然有 当然有啊 好 那现在呢我们就在现场的媒体一起来看一下 到底有哪些优惠呢 好 是的 我们有购车首购的四重送 包含有购车金五千 二四骑零利率 会加送给大家呢 健将的安全帽 以及呢 五百万的安心鞋 是不是来一点掌声好吗 哇 首购的就送这么多 真的是非常超值 我最重要的是 副总 我们要问一下 因为大家比较关心的 是价格 到底败多少钱 价格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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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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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十万 五千八百块 哇 我一点掌声好吗 超级优惠啦 到处ca 对 好 紫cko 蒜 地平均 地平均 到处司 到处司 可以 地方 大 为 向 一